加密银行巨头CelebrateGate宣布关闭银行业务 波及成百上千的风头私募基金初创企业 进而影响了这匹摩尔根和BOA这样大银行 以及这些金融机构支持的地产数字货币等行业 美国金融系统崩溃已不可避免 请问提个美国还能自救吗 不能哪一次都会自救 这次救不了哪一次都会自救 我绝对告诉大家 包括美国财政部长 没有人能想象到就过去这四五年 就告诉你这场金融危机会把美国毁个什么样 没有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从2016年共产党开始全面的执行3F13579方案的时候 蓝金黄的时候 当共产党从2020年拿到北京奥运会主办权 和WTO整个贸易资格之后 然后在西方世界也就是8964之后 开始寄希望共产党彻底的控制中国人民当奴隶 把中国变成奴隶国 变成给西方世界的供应国 什么叫贸易啊 就是给了中国一个亚洲 明确你给美国作为一个低价商品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内部实际上非常明晰的告诉大家 只是中国老百姓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不接触这些人 你没有概念你不关心这些人 中美必有一战 为什么中美必有一战 就是独裁和西方民主社会 那就是一个水火不相容的问题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开始制定政策 要什么 还要韬光养晦 蓄积能量 准备战略时机 西方是完全 特别是美国 贪婪 从2000年以后的贪婪 完全的自私的利己主义 和完全不可 没有任何底线的资本主义 把整个世界就制到今天 就美国把美国未来的1000年的钱都已经花完了 不是两年三年 为什么说1000年不是你的钞票 是美国人的信用 是美国人在全世界上 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一个尊严 在中东 在亚洲 作为一个帝国 贪的让你感到可怕 无知到了可怕的程度 当然它是伟大的国家